人在多倫多 以及我们的移民顾问罗宾先生 您好 大家好 非常荣幸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叫做 中国来加拿大的留学生 低龄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低龄化的趋势 我们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法案 叫做C24法案 我好想听说罗宾先生有一个有趣的案例 要和我们分享 是的 首先非常荣幸今天作为特要嘉宾 我做移民这个行业已经有21年 而且的话我自己出庭打官司 有打了18年的历史 这个有关C24法案来讲的话 这个早在今年的9月底10月初 我接到一个案例也是同行转过来的 这个是一个我们当年是留学过来的 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然后四年前已经入了加拿大国籍 那最近的移民部发现了他当时 这个申请移民的时候呢 有作假的因素 那现在要直接取消他的公民身份 那给60天的时间呢 给他这个一个解释的一个机会 那来讲的话呢 这个有关C24法案呢 原来大家可能有个误区 认为如果说你是单一国籍 这个是不会这个面临到C24法案的 其实这个是个错误 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听到很多人讲说 我们比如说中国人是没有双重国籍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法案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没有必要那么敏感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是吗 是 其实在C24法案的话呢 我们不得不提到C51法案 C51法案呢 是有关对于这个反恐 这个反间谍 那来讲的话呢 C24法案呢 是去年开始提出来的 然后其实正式的执行是 今年的6月11日 上审通过以后 那来讲什么样的情况的人 可以面会面临的C24法案呢 第一个是你在加拿大本土之外出生 也就是说你是加拿大公民的孩子 第一个 你可以面临C24法案 第二个 你虽然在加拿大本土出生 但是你有同时拥有其他的国籍 就像前一段大家看到的 有一对来自前苏联的这个兄弟俩 二十几岁了 因为父母被怀疑是苏联的间谍 那即使他们在加拿大出生 都要面临被递解的这个窘境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针对于像我们这个客户 这样的情况 他虽然是加拿大公民 但是他有资格申请回另外一个的公民 也就是他有资格如果申请回中国公民的话 他仍然可以这个是用于C24法案 而被递解出击 等于就是说在人道上 他只要有援助国可以接收他 他就会被C24法案涵盖 是 所以说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是严重的违反了 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宪占 就是当某一个人 不管他是做错事 还是这个犯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他进行这个司法程序的这个审判 他该面临多少年的劳役 甚至终身监禁 他该去面对 但是因为C24法案之后 就把加拿大人公民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369等 所以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经常会探讨一个话题 叫做二等公民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夏和先生 我知道夏和先生非常关注C24法案 那你觉得以这个案子为例 就是刚才罗宾先生这个案子 那C24法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C24法案呢 跟我们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深刻 也是非常久远的 其中之一的方面呢 我们等一下还要跟罗宾先生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那么其中之二呢 就是现在韩宇先生您提出来的 在社会上广泛的一种意见 尤其是很多在加拿大的和 以及联合国的很多人权组织 包括律师工会 对此反响相当的大 他们就认为呢 这个法案你是直接的把这个加拿大的公民呢 分成了两个等级 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是不止两个等级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有的外籍移民 移民变成公民的 它有的国家是自动保留你的原本的国籍 那么有的呢 不保留你的原本的国籍 就比如说中国 对 那么等于是说你在二等公民里面 又分了很多其他的等级 那么这个就这个主流的说法呢 主要关键是有两大弊病 第一 你直接导致了这个公民人权的不平等 那么你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你的人权平等就等于当然不存了 第二 这造成了这种种族的隔阂和和猜疑 实际上是对加拿大这个社会的稳定的相当的 危害性相当的大 我们知道更所周知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类为主的国家 那么我们说加拿大在几年之前 一直贯彻着非常好的中立国的立场 所以说那这个法案提出来是 很不好地危害了加拿大一个中立国立场的一个法案 那么我想问问 现在正好我们是有大选正在进 已经结束了 我们新的自由党的党魁 小杜鲁多已经当选了 那他的当选会不会对我们这个法案 有一些什么变化 就我们所知道的是 在国会当这个法案去年和今年 在经过讨论和投票的过程中间 自由党也就是这一次在大选中 联邦大选中获胜的党派和NDP 新民主党都是坚决地反对这个法案的通过 那么就他们在竞选中间所做的承诺 是要把这个法案给它推翻掉 这个法案本身呢 如果你仔细地去研读它 我知道罗宾先生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你都是可以看出来 单就法律技术上来讲 它也是有很多不能成立的地方 并且中间呢是埋伏着很多陷阱 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那么我举两条最突出的例子 第一呢就是刚才罗宾先生已经提到过 很多呢他在宣传上 给我们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造成一种误解 就是说我们打比方说中国人没有双重国际 你可以不用担心 这个法案对你是不适用的 其实不是这样 在这个C24法案中间呢 只有一条他提到了 不能让任何人成为stateless 就是说不可以让任何人成为无国籍者 其实这个含义就很广泛 不是说你没有双重国籍 你就不适用它 而是说就像罗宾先生刚才提到了 如果你没有双重国籍 但是你可以有这个可能 去申请另外一个国家国籍 或者另外一个国家愿意接收你 打比方说中国 如果你为加拿大取消了国籍呢 中国政府方面 他愿意把你接收回去 重新作为他中国的公民 那么这个法案对你就适用了 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误导之一 那么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罗宾先生 他接手的这个案例 在媒体上出来了以后 无论在中文媒体上和英文媒体上 都出来了以后 大家都很惊讶 我们很多人都很惊讶 说不是说没有双重国籍的人 不能够这样处理吗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 一旦取得他国国籍 是自动放弃了你本国身份的吗 对 为什么这个移民部 还会这样处理这个案件呢 而且当初据说是在国内 中国大陆的时候 周总理 周恩来总理 签署这条中国单方面的 单国籍的原因 就是因为想保护我们 中国公民的权利 在国外不受侵害 就是以免因为中国的政策和外交 与他国产生摩擦的时候 你本国在外的侨民受到迫害 所以那么就让你们 自动放弃你们的中国国籍 对 可是现在这C24法案一处 好像我们的保护没有任何意义了 没有任何意义 不再有任何意义 这是其中突出的一条之一 第二就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这个C24法案和C51法案 它几乎是前后同时出台的 对 那么在使用过程中间 它们两个法案实际上是捆绑在一起的 那么C51法案俗称叫反恐法案 那么其中一个方面 这个反恐法案就是规定说 只要这个联邦情报部门 它能够认定你有这种恐怖 或者是间谍的嫌疑 那么它可以在各个部门之间 交换这种信息 那么它首当其冲的 会把这个信息提供给移民部 那么移民部只要根据它的信息 就可以判断 我是否可以取消你的公民权 就是罗宾先生刚才提到的 一个前苏联的入籍的公民 他们的子女在这 本来已经是出生在加拿大 二十多年 完全是加拿大人 但是根据这个法案 他就可以判你是取消你的公民权 对 这个我提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例 这发生在美国 说一个华裔的一个 做技术的一个很高层的 然后被美国FBI控告做间谍 其中一条证据是什么 证据是这个 他当时十几年前 申请美国留学签证的时候 说他读完书之后 要回到中国 报效祖国 报效人民 报效国家 这个都成为一个 间谍的一个证据 那其实来讲 大家都明白这会怀疑背景 这个当你申请短期签证的时候 你肯定要说要回国 对吧 那所以说来讲 这条C51法案 而且的话是给移民部 以及这个家的司法部门 无限的权利 一旦认为你是这个间谍的时候 而且这些证据 甚至可以来自一些 虚无缥缈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恐怖 一个非常恐怖的法案 因为如果其实一个法律组织 或者是一个法律工具 他们想为你篡夺一些证据 断章取悦也好 怎么着也好 他们都能够给你找到一些所谓的证据 莫须有的罪点 对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在加拿大以及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 它的司法权利是三权分立 对 那么司法是独立的 那么也就是说 当政府与一个公民之间产生任何争执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政府部门说 你的文件上有造假 那你是不可以以一方所说的道理为准的 那么必须有司法来仲裁 就是确实是否有这个证据 证明你是造假 即便是包括别的刑事犯罪 比如你偷东西 你打人 那是需要有收集证据 然后由法院来裁决 才能判定你有罪 那么这两个法案 它最大的弊端在于什么呢 是它中间是没有司法仲裁的 那么是一个行政部门的长官 甚至他的秘书 他可以对你的公民权利 有生杀予夺的权利 而且这个移民法跟这个刑事法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个刑事法的话 不只要有证据 要证据确凿 而且取证的时候 必须符合司法程序 对 如果哪怕有证据 因为取证的时候 违反了司法程序的话 还不能作为承认 证据就必须作废 被取消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律师协会 公认的律师协会 在进行这个case的时候 都说我们C51法案 是一个违宪法案 对 而且的话 移民法有个很不同的地方 移民法讲的是 可信度 它跟这个Steve O' Law 这个居民法很像 他不一定要有足够的死证据 他觉得这个事情 可行性 可能性很大 就可以定你的罪 而不是要足够的 那我们话说回来 我们新的小 自由党的党魁 我们新的总理 小杜鲁多 他上台之前 他说有一条 我记得非常清楚 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就是说 我们留学生 在移民之前 那我们在加拿大所居住的时间 会重新算入到我们公民的累积时间里 那从这一条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 我们小杜鲁多 对于我们这个本身的移民法案 是有一定偏见的 他也希望能够改变 这个我觉得是原来 这个是也就近期的时候 被保守党这么修改了 其实来讲的话 我来加拿大二十多年 这个本来就是 你作为这个临时居民 临时身份的居民 你在取得PR之前 你所居住的时间 最多可以再算成一年 OK 对 那来讲的话呢 这个一两年前 这个保守党取消了这个条例 而且又把这个陆公民的 这个年龄 就是英文的要求 提高 要从55岁提高到 65岁才可以免英文 那同时居住的时间 也从这个四年住满三年 变成六年住满四年 我觉得来讲的话 他就在这个潜意识里面 把这个对公民的要求 是大大提高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又把公民的等级 又分成369等 这个相对应的 C51法案 C24法案 我觉得这个是带有 蛮大的一种的 歧视性 一些政党的一些偏见 对 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那我们回到 我们刚开始 节目开始之前 罗宾先生跟我们那个案例 能不能跟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那个案例 它为什么造成 什么 是什么 让移民部怀疑 它是造假的 是这样 这个案例呢 是当时这个 移民部认为 这个单身人 当时的婚姻 是虚假的 等于是假结婚 是假结婚 OK 当然 这真与假 这需要一个陈述的过程 对 对吧 但是呢 你讲的话呢 移民部现在给60天的时间 要他来解释 那来讲的话 当时这个 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是当事人刚刚好 他已经飞回中国去了 因为他父亲的 这个意外的病危 然后他回到中国以后 他的房东告诉他 有一个文件 在手上 然后来讲的话 他间接 通过他之前的 帮他办理的人 这个转到我这里来 然后来讲的话 我给他要 先申请了60天的延期 那因为来讲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时间 来这个专业的 作为一个 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做法 我需要时间 来了解整个背景 以及这么做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刚好 事先非常偶然 但是这个案子的60天的期限是 10月19号 也就联邦大选的那一天 联邦大选投票了当天 对 当天 这个日期也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这个coincidentally OK 然后来讲呢 我当时这个 给这个这位先生 打了个国际参图 我说这个 我们时间太参促了 我来不及 好好专业来帮助 你来解释整个司法程序 那我说我要求延期 那这位先生说 那没问题 他说非常感谢 你这么认真来帮助 那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 现在目前来讲 自由党是赢了 但是呢 保守党仍然作为过渡政府 对 那这个特鲁多上台 小特鲁多上台以后 他会逐步修改一定的 这个之前认为不合理的法案 但这需要时间 那我们来讲的话 我也非常的想 从这个人权宪章 以及C24法案 这个权材的合理性 从这个角度我来 去质疑他 质疑他 然后来讲的话 我想不止这个 我们那个加华视讯的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案子 很多华人媒体啊等等 非常感谢 对 我们也是很想通过这个信息的平台 我想这个 新的Due Day是到12月20号左右 我想大家都拭目以待 那我们一定会进到 我个人 我去进到非常专业的水准 来帮助到这个客人 应该 我可以这样讲 贾结婚应该打击 但是他的基本的人权 我们必须要尊重 哪怕一个杀人犯 他的还是有基本人权的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对 关于这一点 社会上就是很多有一种见解 就是说那你既然造假了嘛 你是假结婚嘛 那你应该受到这个应有的惩罚 所以被取消国际是应该的 那么罗宾先生 您从一个法律专业者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除了 你不能够侵犯他的人权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您觉得 因为来讲的话 我接到这个案子之后 这个我找了我之前的这个一个案例 我这个 那之前一个案例 它是间接的 是这个人申请他配偶的时候 移民部发现 他原来是他有姐姐来担保 来加拿大的 而姐姐应该当年是 起码是跟他亲表哥 甚至是亲哥哥做假结婚过来的 OK 那就都到十几年前的了 而且移民局发现这个案例 当时这个弟子 大概有七八个人 用了这个弟子来做结婚 等于就是一个惯犯 对 然后来讲的话 但是这个当时的其实很冤枉 其实他跟他老公是第一次第一次结婚 他生了孩子 然后来讲的话 这个我看了当时这个移民部 对他姐姐的一个看法 就是因为他姐姐已经入籍了 所以说来讲的话 就不能取消他的公民身份 同时也不是这个 在去追究程序 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来讲 他的姐姐当时不是我们的客户 而这个当时人的这位女士呢 她是结婚代码被拒以后 散述庭的时候委托我的 我调完档案 我看到这个整个东西 然后来讲 随着案子进行 他跟先生生了孩子 就是这个案子 我觉得也是间接牵扯到C24法案的 对吧 按今天的角度来看 那来讲的话 这个这两个案子 我觉得我都非常有兴趣去 有个很有趣的关联性 就是一个是在这个C24法案的 出台之前 然后呢 那么当时这个政府的这个态度 就是说已经成为公民 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不可追溯性 不可追溯性 其实法律上不可追溯性 这个是一个common sense的东西 然后你再要政府花钱 再去追究它的责任 其实不符合这个公众利益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法案出台以后 它直接给你一个公民部 这个行政权的 也是说你就可以基于你的判断 就取消它的公民权 那么它有一个 这里我又发现一个弊病 就是之前是有上诉庭 上诉庭呢 那你可以摆出你的证据 双方可以就是研究这个证据 来做一个公正的判决 那么现在呢 它是由 那现在是这样 因为C24法案刚刚出台 真正执行也就6月11号 其实后面很多的司法证据 还在不断的解读过程中 那现在刚好有联邦大选 取消了C24法案 所以说来讲 有关这个方面的演变 这个如果有兴趣 我觉得我们看看这个案例之后 会有哪一些司法程序 对 我觉得工作会非常有兴趣 所以联邦大选把C24 因为联邦大选 C24法案取消了吗 没有 这个因为当时就像 这个我的朋友他讲的 其实不管是自由党 还是新力度党 当时C24都会作为一个 反共激的一个对象 另外一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个观点 就是你不要因为这位先生是假结婚 这个我们觉得他不应该 他是错 但是有一点 什么叫做假材料 如果移民部发现 你原来申请移民的时候 你的工作单位 权在的不正确 或者甚至某一些住的住址不正确 这也是一个作假 对 或者你写错了几个字 写错个东西 这都可以算是 但是在国内的话 有的人是在A单位工作 其实他又挂靠B单位 对 或者说他当时又停薪流子 这个人事关系又在某个单位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是犯罪作假该打击 但是他的基本人权必须 应该要维护 对 就是他应该有权利接受 这个合理的公平的司法审查 对 应该或者是说 他应该有权利去接受 我们合理的公平的 一个司法的追溯权 对 审理 就是你不能够说 一个行政部门说 一个当官的 我有权利 我说你就作假 你就作假了 对 那么你即使你写错一个字 我说那这就是你是作假 你不能追溯 这是现在C24法案 给予移民部的一个权利 是非常非常 其实让我们感觉 有一点一言堂的感觉 就是这样 一家独当 而且我刚才说了 像美国的华裔科学家 因为你当时说 我要报效自博 对 报效自博 证据的话 证据的话 我觉得真要愈加之罪 可以何患无辞 而且有一点太荒谬了 非常荒谬 那么如果你没有 一个司法监察 那么就很可能 让你这种荒谬的理论 真正成为一个 行动措施的依据 那么一个人的公民权 就导致因此而丧失 那我们来展望一下 我们小特鲁多上台之后 这个法案会向一个 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我觉得是 特鲁多上台以后 它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觉得C24法案 我会觉得应该会 很快修改 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当然华人社区 非常欢迎到 想看到移民政策 相关的变化 其实来讲的话 在这一轮 保守党执政之前的 2005年 反而是中国大陆 移民的人最高分 4万3千人 对 而到2014年的时候 华人只剩下 2万人左右 那今年我个人认为 因为 不会超过1万5千人 我觉得不会超过1万5千人 而且的话在未来 两年左右之间之内 我觉得华人还 移民人数还是属于低位数 因为华人已经降到了 整个移民人数的第五位 已经远远次于印度 印度 菲律宾 这个甚至英格兰 美国都比我们来 这个英格兰 这个我们只是比美国人 多一点点 对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 作为华人 我觉得 最明显是这个政府政策的影响 一个转变 我觉得是这样 任何东西我们看结果 对吧 不管什么理由 它的结果是造成 华人移民来说的 巨大的下降 这个不管是 12年的时候 砍掉近30万的技术移民 这当中是相当部分的华人 还是去年砍掉了 6万6千人 投资移民 那90%是华人 对 还要远在之前的 我们说的 影响我们 停止我们的探亲签证 家庭团聚 家庭团聚的父母 一年才5千个名额 全球 然后来讲的话 在这个留学生来讲的话 这个 所谓的快速移民 中国留学生 在加拿大占 整体人数的三分一 而中国人 所能拿到移民配额的 只有4.1% 对 4.1% 100个人里面 只有4个人多一点 那个印度人跟菲律宾人 是中国人的 基本是5倍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在诟病 我们现在新的 Express Entry 意义系统的原因 那来讲 当然你说它这个系统 是自分系统等等 看起来是公平 但是在怎么制定 这个系统的时候 怎么制定这个积分系统 这个就有一定的倾向性 好了 游戏规则是能力的 对 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我们也希望通过 我们今天的节目 能够呼吁我们的华语 更多的关注 我们的C24法案 那分享你的思维 公众你的思考 欢迎观众朋友们 通过电话 电邮 网络发题的方式 参与到我们的话题 与我们的互动中来 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你的多伦多 我的多伦多 我们的多伦多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关注 下期的 人在 人在 多伦多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